接就 好 可以了吗 你等会一下 我现在那个 亲爱的所有的 我们的网上的所有贵宾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呢 在我们的2019 4月19号跟4月20号 我们这个金门两岸公司协会 邀请了很多来自 两岸三地 还有港澳台的一些嘉宾 只为了看能不能让我们金门县 可以成为和平的实验发展特区 来做一个试点 那这个可行性 我们成立一个论坛 那今天呢 我们论坛已经结束了 非常开心呢 我们有一位来自 中国浙江万里学院 张全毅张教授张博士 他也是参加我们两天的论坛 那我是这两天论坛的司仪 我是陈子云 很开心呢 最后我们来专访这位来自中国的浙江的一位教授跟博士 我们掌声来有请 县长的朋友掌声有请 那请问一下张教授 您这一次接到我们这个不可能的认路的时候呢 您心里的想法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认路 而是一种潜在的 而且有希望的这个路线图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门 应该说呢 这一次到这个金门之后呢 发现了它与大楼之间的距离呢 更近了 尤其是精神上的这个距离 是是是 那这么我们这两天呢 我们为了这个专题 金门是不是可以成立两岸和平 实验的一个发展特区做一个试点的这个论坛 这两天论坛之中 我们邀请了很多陆委会的张金玉 张前主委 还有很多与会的贵宾 那希望您在这两天的论坛的一个商谈之间 当然您也在台上做了很多你的论述发表 那这两天已经很开心的论坛结束了 那针对于这两天的结论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张教授 给我们金门县 还有我们所有台湾的人民 做一个你心里的想法 跟一个抒发 金门很有希望 金门很有发展 愿金门的前途更文好 更稳大 更展横城万里 是很开心 他是远从浙江宁波市过来的 一位非常很高的一位学者跟长官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祝福你以后 在你们中国的领域 我们大中国的领域 你的学术可以越式的发展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是不是也把我们这些 今天这两天论坛的一些长官 跟一些与会的嘉宾 给的一些对我们金门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论坛的一个结论 可不可以帮我们带到中国 让我们中国的一些长官啊 跟一些中国的人民可以知道我们金门县很想极力发展 只为了看能不能让我们整个大中国 所以说不管是未来即现在也好 我们先从金门县来做一个试点 来成立一个和平的一个实验特区 然后让所有全中国跟台湾的朋友都很开心的在这边生活着 那您的论点是如何 最后结论 非常赞同呢 你用大中国 或者大中华这个概念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本来就是一家 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觉得呢 金门和厦美或者金夏和平区 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这次本职论坛提出这个储备的这种设想 我觉得呢 与习近平主席发表的关于台湾的讲话呢 很切合 尤其是呢 利于我们当下的这种金门当地的县里面所采取的一些发展规划 所以我相信呢 在两岸的同仁 两岸的专家 两岸的这个有志志士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今天这个设想呢 一定会实现 传达到我们的祖国 然后让大家晓得 我们只为了和平做努力 因为我们金门县是台湾一个非常小 拼领我们祖国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可以和顺利的成立这个和平发展这个实验特区 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的环境来讲 对于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中国到最后必须要怎么和平来共处 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是上头他们在讨论的 我们一般的县民子民都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么大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大中国的前提之下 两个可以平行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对待 也许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一个大中国 那就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最帅的我们的张博士当教授 很开心陪我们两天做了这么好的论坛 也希望你把我们这个论坛到最后 其实我们有几个共识 是不是可以推派一位做和平大使 再来是不是可以成立金门跟厦门来以八二三这个纪念日 来成立一个和平中 敲醒和平中 让所有的全中国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金门 做一个两岸和平的马拉松路跑 你觉得这个到时候我们的结论这个方向可行吗 当然可行 我觉得这个和平产业吧 或者是叫做和平发展区也好 你说的是正在出话 实际上我觉得一定正在这个季祥状态 这个改革开放这个三十年来 尤其是近十年来我觉得两岸的关系 虽然有过程 但总的方向是我们是向前发展的 但是呢 所以你这个诚意是正好是有利于我们两岸 共同的发展 共同地界和平 正像我今天在会议上所提到的 要向往前走 那么我们要两岸要共同要有个共识 要有认同 这个共识认同怎么达到呢 我觉得要有几个理念 第一呢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这个格局 那么当下的格局呢 不是二十世纪大战后的格局 也不是九一一之后的格局 当下的是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 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呢 正在走行全球治理的中心 所以这个中心呢 不仅仅是大陆的公容 那么也是我们台湾的这种自豪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嘛 是啊 这是一点 两岸本同家 对 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还要有超越 虽然我们是有了一个格局 但是呢毕竟呢 两岸那个分割的这么多年 两岸的青年 还有呢这个党派之间呢 有很多这个认同领域需要克服 所以呢我们要要有超越 只有在超越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才有发展 那么你要问超越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国家利益要有 但是呢这个主权各方面的呢 我们也要有超越 这个方面呢九二共识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文件 很很好的一个年合计 一个桥梁 第二个方面呢 这个党派之间也要有超越 那么这个牵涉到其他的合作的种种呢 需要我们要有一种新斯文 只有新斯文呢才能发展 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有了这种认同还不行 我们要有践行 我们要有行动啊 我们要有戏化 所以今天大家也提到了 金门的很多这个同仁呢 要提到的 要以夏美在这个旅游 房产 甚至股票 甚至婚姻啊 是个你们提到的 很多很多 我这个四通啊小五通等等啊 那么我这些是很好的这个想法 可以探讨 可以实验 可以实践 是 那么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发展 这也就是我理解你所提到的这个和平大使的意义 是是是对 那我们今天不为什么 这么多与会的贵宾将近一百多来位 来自两岸三地还有港澳台的很多高级官员 他们只是想为大中国来做努力 那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希望所有在视频上看到的好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们中国不论是大陆的官方的朋友 还有我们一些金门的甚至台湾的朋友 都只是只为一件事 我们只为和平做努力 不会再有战争 我们一起为大中国努力好不好 好啊 中国加油 台湾加油 谢谢 非常开心的这么多允会的现场的来宾都还在 那我们最后就是为我们金门做一个祝福好不好 好啊 金门县海峡共事论坛 金门加油